5月11日,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,海洋公园因新冠肺炎疫情避原超过三个月,收入遭受重大冲击,不论公园未来是否重开,如果没有新的资金支持,公园将在2020年6月破产。 特区政府决定开利益比54.2亿港元拨款,提供于海洋公园,资助公园营运一年,偿还海洋公园的商业贷款,及清剿完成海洋公园大树湾发展项目所需的费用,有关议案将在5月15日提交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审议。 邱同华表示,特区政府2020年初, 建议回应海洋公园要求,拨款106.4亿港元资助公园,受到疫情影响,政府重新审视财政分配,减少了拨款额度。 海洋公园这次是首次向政府申请拨款,过去40年来一直自负盈亏。 他相信香港市民及立法会议员均不希望海洋公园倒闭,所以政府将通过拨款,帮助公园解除现金流压力。 他也希望公园能尽快确定新的发展方向,原有定位及优势可以保留。 但部分特色产品应该要加入不同元素。 全球的旅游生态可能变得一个很大的改变的时候, 他们必须要在很短时间里面既要避免出现一个倒闭的情况, 也都要重新审定将来的定位。 政府和海洋公园会在这段时间里面透过分别和共同的工作, 希望在六个月里面定出一个新的方向。 海洋公园董事局主席孔令成表示,公园正面对有史以来最严峻的财务挑战。 海洋公园每月开支超过1亿4千万港元, 并元三个月开支约5亿港元, 迄今流动资金减少了约7亿港元。